下雨下起 好久不见 我给你带了你家乡的鱼 好久不见呀 李白 谢谢 你快把鱼冷冻起来 要不它会坏的 天气很寒冷 我把鱼挂在屋檐下 就能冷冻住了 好冷啊 都五月了 天山上还这么寒冷 是啊 没有柳树也没有花 只有寒冷的风雪 五月份的桃园城 柳树都变绿了 五月天山雪 无花只有寒 天山是指祁连山 这两句诗诗说 到了五月 天气应该很暖和了 可是天山上还是非常寒冷 根本看不见开放的小花 这两句诗让我想起了一首曲子 嗯嗯嗯 Yeah ד宗 这叫折扬柳 李白叔叔会用笛子吹这首曲子喔 哇 李白叔叔可以吹给我们听吗 可以 哎呀我忘了带笛子 没有笛子就听不到遮阳柳了 没有笛子我们可以一起做个笛子呀 好啊 天气太寒冷了 没有能做笛子的东西啊 对了我们可以把水冷冻成冰来做笛子 真的做好了 可是还要有孔才能吹呀 这个简单我去拿能打孔的工具 看来不能用这个工具了 孩子们 外面太寒冷了我们先回屋里烤火吧 火 我可以让寒冷的冰融化 不行不行我也会把冰笛子烤化的 可以用小树枝燃烧的木炭试试 冰笛子做好了 太好了我来试试 太冷了嘴巴也会冻伤的 再想想办法吧 隔着手套摸冰笛子就不觉得冷了 那我们也给冰笛子穿上衣服就能吹了 好主意 衣服穿好了 哇真的不冷了 我试试 好好听啊 听着笛声 我好像看到了家乡的春天 哪里有春天啊 我怎么看不到 那是他想象的春天 所以你们才看不见呀 笛中闻折柳 春色未曾看 折柳是指一首叫做折扬柳的曲子 这两句诗诗说 听到折扬柳的笛声 让人想起了春天 可是现在的天山附近 根本看不见春天的景色 这是我之前用冷冻过的鱼做的菜 你们尝尝 冷冻过的鱼看起来好好吃啊 五月天山雪 无花只有寒 一中闻折柳 春色未曾看 五月天山雪 一中闻折柳 一中闻儿 来自拍